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那麼今天要帶您討論 在美國內部現在正面領導的問題 那麼尾巴衝突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但是在美國內部反饈的情緒 似乎是越來越高漲了 那麼現在美國還是暴力的來鎮壓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 哥倫比亞大學對於示威者的鎮壓 在全國各地大學 引發了一波激進主義的浪潮 已經有800多人被捕了 你可以看到過去時間裡面 參與抗議示威的大學 已經來到了86所 可以說是遍地開花 透過這張圖你可以看到了 那麼現在甚至有抗議者 直接在哈佛大學 升起了巴勒斯坦的國旗 來代替美國國旗 不過我們還要帶您看到一段畫面 也就是在美國校園裡面的暴力畫面 在亞特蘭大的艾莫里大學 你可以看到 教授有看到警察在殴打全身 他想要上前阻止 沒想到這個教授公親變釋主 反而他是被抓住了手 然後反扭被壓制下來 你可以聽到這個教授 是不斷地發出尖叫 但是美國的警力 還是以優勢的人數來增他壓制 這樣子的畫面酷光 也讓很多人是覺得相當的錯愕 不過我們帶您來看到的是 現在在這個世界各國的首都 也出現了大規模抗議 以色列侵略加薩的示威活動 包括在哪裡 在歐洲各地都遍地開花 英國的倫敦 丹麥的哥本哈根 瑞典的赫爾辛堡 德國的柏林 奧地利的維也納 甚至在圖尼西亞的圖尼斯 那麼意大利示威者 更是堵入抗議G7成員 對於加薩戰士的立場 只不過現在我們看到的是 美國面臨到這麼大的問題 當然也會影響到 美國總統拜登的民調 但是以色列似乎還是繼續攻擊 傳出國際刑事法院 將下令逮捕 以色列總領納田雅胡 美國現在正在想辦法阻止 一旦逮捕令發出之後 將重挫以色列的形象 據傳納坦雅胡 正在猛力地遊說各方出面主子 而且美國正在設法 使用外交手段 防止國際刑事法院 對於納坦雅胡 發出的逮捕令 那麼拜登成70年來 現在已經是最不受歡迎的 美國總統了 CNN民調献出一大警訊 根據蓋洛普最新的民調顯示 拜登在任期內的 第13季度的平均施政 滿意度只有38.7 是美國近代史70年來 時任總統當中墊底 你可以看到這個數據表現出來 你看拜登真的就是在 最後的墊底的地方 那麼現在呢 有人也把拜登評為 最不受歡迎的美國總統 美國埃及現在都攔不住 以色列在荷蘭之前 還是要出手發動攻擊 然後呢 在空襲拉法造成13元死亡 也讓國際開始注目 到底以色列的下一步要怎麼做 那現在美國一邊扮演調解的人 是不是一邊也在磨刀霍霍呢 預期以色列幾天內呢 會攻拉法 巴勒斯坦的主席現在喊話了 美國你是唯一能夠阻止的國家 拜託你出來說句話吧 他說因為只有美國能夠阻止 以色列的攻擊 加薩走廊南部邊境的拉法市 現在拜登跟納坦雅無通話 討論說這個人質協議跟停火 傳出現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也要再度防以色列跟約旦 美國總統拜登 與以色列總統納坦雅虎打了電話 討論人質協議 還有停火的相關事宜 國務院也宣布了 國務卿布林肯也要到 以色列跟約旦去訪問了 結果沙烏地阿拉伯的國家峰會說 將聚焦在加薩這個點上 外交人士呢 他們說了阿拉伯跟歐洲高級外交官 本週末將在沙國首都舉行 這個經濟峰會主要來討論 以色列跟哈馬斯在加薩的戰爭 不過我們待會看到布林肯即將訪問中東 他也提到了要討論加薩跟區域的安全 不過你看這個美國其實還是有動作 是不是為了要振折伊朗 美軍第二航母艾森豪號 現在也抵達了地中海東部 也引起了大家就說了 這個美國一邊在調停 是不是一手又在磨刀了呢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亮哥 現在在美國當然了 示威是遍地開花 而且這個手段好像是越來越激進了 布林肯真是第七次去中東 過去歷史已經證明完全無效 而且他一方面在斡旋 一方面又給以色列武器 暢雙黃 黑白臉 太明顯了 所以布林肯趕快回家吧 是沒有任何作用的 事實上與此同時 我們看到布林肯去訪問北京的時候 事實上北京還發生另外一件事 就是約旦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政府 法塔赫跟哈馬斯在北京見面 他們等於在那邊搞大和解 這有點類似伊朗跟沙迪阿拉伯 在北京搞大和解 北京這個才是正辦 因為你加沙怎麼可能 讓以色列永遠軍事占領 你最終一定要 巴勒斯坦政府過去治理吧 那治理你跟哈馬斯沒有一個妥協 你怎麼治理 所以人家已經都在做最終局的部署了 然後你布林肯在幹嘛 布林肯在談說 人質可以早一點放 我跟你講這個議題 以色列拒絕了 以色列就是不要這個議題 事實上哈馬斯就是這樣提 哈馬斯說 我全部分人質都放 那你以色列撤軍好不好 以色列拒絕 你布林肯不知道嗎 連我都知道 你怎麼不知道呢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來幹嘛 你事實上最該做的 就是去阻止以色列打拉法 可是顯然美國已經默許了 就以色列快打了 大家都預期這個禮拜就會發生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跟美國各地的學運 是連動的 我跟你講拉法那個地方 以色列其實是打得再局部 再小規模 都是人間地獄 因為那邊的人口密度實在太高了 他們也沒地方去了 所以一定是死傷一堆 到時候你去看 美國的學生會怎麼反應 我認為一定會激進化 這個激進化就不是只有在草坪 搭帳篷這樣演講的 可能走上街頭 示威地也在 那個也都發生了 我認為搞不好就會開始毀損公務 佔領行政大樓 這個在反越戰的時候都發生過 學生運動會怎麼上綱我太清楚了 就是講訴求都沒用 你們看太陽花就去佔領行政院 佔領立法院 台灣都會這樣搞 你以為美國學生不會這樣搞 所以我跟你講 只要以色列打進去拉法 我跟你講一定失控 因為學生就會開始佔領大樓 然後會跟警察開始發生 直接的肢體衝突 我跟你講 不小心你就搞死學生 那個反越戰的 學生示威就這樣 肯特大學國民警衛隊開槍 現場打死四個學生 結果造成 結果就告成各地的暴動 就是外面的團體也都進來了 所以我自己說這個東西 這個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就是美國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看到民主共和兩黨 還這麼捍衛以色列 就想要在第一時間看能不能把學生給鎮壓掉 不可能的 學生哪有那麼容易鎮壓 他現在很多地方都停課 改成遠距教學 南加大 畢業典你還取消了 你就知道他多害怕學生聚眾 可是我跟你講這種事情 只要拉法這個戰爭一開打 你學生聚眾你就阻止不了 而且學生還會跟外面的群眾合流 到時候會發展到哪裡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講外面的群眾 那比學生要兇悍得多 你就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而且美國不要忘了 美國有340萬的穆斯林 你以為他們都吃素 塑膠 歐洲更怕 事實上學生運動也在巴黎炸開 歐洲有2000萬穆斯林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事情連動爆開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擔心了要死 就只有美國 美國這個政府還在挺以色列 還給200多億 還繼續提供武器 到時候拜登你就下台算了 你這種人是可恥 我們來問一下介大使你怎麼看 講到拜登現在被評為 最不受歡迎的總統 他自作自受 他是他任內搞了兩場戰爭出來 全世界大亂 拜登要負非常大的責任 然後他上來以後他清算川普 川普反撲 他用他的司法部 對川普提了兩個告訴 川普就說我在總統任內 我有豁免權 他說沒有 你沒有豁免權 開啟美國一個政治鬥爭的 一個新高度 然後他對中國大陸 不管全世界的整個經濟發展 他就怎麼樣 他就是硬幹 對不對 中國大陸生產電動車 不過中國整個對外的外銷車 只佔所有生產的15% 就說他產能過剩 那韓國75%的車生產都是外銷的 怎麼不算產能過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拜登事實上的話 真的外交搞得世界一大亂 內政搞得美國一塌糊塗 然後通膨他搞好了嗎 美國現在吃一個漢堡多少錢 我以前在的時候4塊錢 現在很貴 而且還要加稅 對啊 你聽了都嚇死 對不對 他上來這麼快4年 他經濟有任何改善嗎 沒有 可是他把稅率好不斷加息 加到這樣 現在日本經濟也快催催欲墜 1比160了 對日幣 1美元可以換160塊日域 韓元也跌了差不多7%了 然後有些國家埃及已經破產了 斯里蘭卡已經破產 他把別的國家整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還在那邊什麼 割人家的韭菜 所以拜登事實上的話 真的是美國一個總統 造成國內一片亂 國際一片亂 他是第一名 所以他今天生亡搞成這個樣子 他能做什麼 而且這個人滿虛偽的 學生被打被抓 對不對 被取締 他還說我認為學生應該有表達 他們言論的自由 那你為什麼不出面制止 你這個總統是幹假的 他意思是說這都是地方政府搞的 所以他碰到事情的時候 他就推責任 好處的時候就往自己臉上抓 所以我覺得 美國有拜登這個總統 是美國的不幸 更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禍害 這俄物戰爭事實上會開打的話 跟當時拜登的政策 有非常大的關係 這場戰爭今天 美國也沒占到什麼好處 你世界上說實話 搞成今天這麼亂 尤其歐洲人 那麼真的 就怪一個 一個領導者 他的無能跟他怎麼樣 他道德上的瑕疵 這個會帶來都是災難的 你不要以為領導者天天 在那邊多那個 他對我無害 所有的災難 世界上的災難 都是那些政治領導者 所造成的 大災難他們都造成的 那大的這些好的事情 跟他們有關的比較少 人民自己努力 可是大的災難 你看歷史 都是像拜登這種無德無能 自私自利的領袖造成的 所以今天在美國 他得到這個評價 是我跟你講 是明治實歸 好我們來請教一下 立將軍 那你又是怎麼看呢 我特別要說這個拉法這場 人類的最大的一個浩劫 即將在我們眼皮底下 就要開始上演了 以軍進攻拉法 是絕對是勢在必行 如箭在懸上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來分析 第一個從軍事戰略角度 來講的話 以色列發動這場戰爭 他有兩個戰略目的 第一個是他要消滅哈馬斯 這是他第一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是他自己講的 納彈牙吾講的 他要解救人質 可是這兩個目的是 彼此互相衝突的 就是說你要解救人質為先 還是消滅哈馬斯為先 這兩個 如果說你要解救人質的話 就雙方要坐下來談判 那你可能就給哈馬斯有喘息 或者是繼續生存的機會 你要消滅哈馬斯來講的話 你人質就一直會掌握在人家手上 從我們現在來看起來 經過200多天 事實上雖然雙方有短暫的 換貨一些少數的一些人質 但是到現在為止 主要人質的交換都還沒有取消 現在哈馬斯跟以色列雙方的談判 雙方談的條件是 以色列說我停戰6週的時間 那你釋放33個人質 但是哈馬斯是說 你要永久停戰 部隊撤出去 那納坦雅胡的話 他絕對不可能答應 我仗已經打到這個時候了 結果你叫我現在停戰 讓你哈馬斯繼續可以再生存下去 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覺得在這兩者之間 納坦雅胡很明顯的 他選擇繼續要消滅哈馬斯 他可以說 我覺得他根本就是不顧人質的安全 就算他自己國內抗議聲浪再大 全世界抗議聲浪再大 可能都掩蓋不住 他是要去進攻拉法 第二個我從最近的這些 雙方的一些軍事戰術行動來看的話 我們那天看到他從加薩 撤出來一個絲 我們都以為雙方有緩和的跡象 結果搞半天 他是把這個絲撤出來 目的是在什麼 是對伊朗要開戰 對不對 他把他這個部隊撤回來 保護他自己以色列本土 然後對伊朗發動戰爭 伊朗發動打擊他的大使館 然後幹嘛 當伊朗這邊局勢已經 比較緩和之後 已經沒有這種緩和之後 他現在又立刻進軍到拉法地區去 派了兩個預備役的旅 進入到加薩走廊 在漢尤尼斯那邊 拉法那邊就準備要進攻 我想全世界各地的抗議 納達雅巫斯根本就聽不進去了 他已經下定決心 一定要將哈馬斯消滅 但是我覺得這場戰爭 會打得很血腥 為什麼呢 因為目前知道的訊息是 哈馬斯在拉法地區 他北部並沒有完全被殲滅掉 他全部退到拉法來 拉法現在有五個營的兵力 就哈馬斯有五個營的兵力 所以以色列如果硬要進去的話 那在這種狀況是雙方必然 就像是日本最後 死守硫磺島一樣 雙方必然是發生一場 很血腥的戰鬥 以色列可能也會付出 很重大的傷亡 好 那麼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回來 帶您繼續討論在亞洲的局勢 現在又續發展都如何了呢